不過這回九合一大選結束之後 高雄市長陳其邁是順利連任 當然外界現在關注的是 他的小內閣人選到底會不會有變動 接下來是燕交魚輪 九合一大選結束了 高雄市長陳其邁順利來連任 不過外界現在相當關注的 就是小內閣到底會不會進行變動呢 陳其邁也證實了 他說將來會來做調整 不過有一個前提 這個內閣的布局會以這個穩定為原則 而局處首長的部分 最重要的就是在執行力的部分 而重大的政策部分 也會持續來推動 來緊盯這個進度 另外在市政的行程 當然也要拼外交了 他也出席盛陸西亞總理訪問團的午宴 要來穩固台灣的國際關係 實際上陳其邁不只在市政工作上 其實在總統蔡英文 辭去了民進黨主席之後 這一段期間都會由陳其邁來代理黨主席 不過大家被問到比較關心的是說 到底會不會來參加補選呢 陳其邁就強調說自己是辦選務的人 市政非常的忙碌 加上在高雄的時間也比較多 不會參選黨主席 不過主持黨務跟補選 這部分是他最重要的工作 會無縫來接軌持續推動黨務